最新的消息 台东今天上午有一座的工地 发生了水泥墙倒塌的意外 当时有四名的工人正在工地施工 水泥墙就整个往他们的身上压了下来 造成了两人重伤 两人送医不治 发生倒塌意外的地点 实在台东市区广东路一处工地 当时四名工人正在榜钢筋 工地正中央一堵五公尺高 十公尺长的水泥围墙突然之间倒塌 四名工人走壁不及 全部被压在水泥石块底下 消防队员紧急动员赶到事故现场 利用油压剪破坏水泥石块 四名工人当中有两名 只是半压在水泥底下 立即被送上救护车 不过另两名工人 几乎是完全被压在工地的正下方 更增加救援的困难度 这两名工人几乎是当场死亡 不过消防队员仍然将他们送医急救 这起意外造成两人当场死亡 两人重伤 至于围墙为什么会倒塌 管区泰出所正在调查 巨 Idaho 超市员的 quotid完事 寄坏走出所 谢谢大家